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昆 带你了解真实的日本 现在因为日本的疫情 大家也看那个我前期的视频说了很多 疫情也很严重 所以不能出去拍一些 是自己想拍的东西有很多不能拍 所以只能没办法朋友们 我的口号有点变了 就是带你了解真实的日本 只能是在了解吃的这方面 所以就是 就是因为还有原因就是因为我老婆最近怀孕了 所以尽量我多做点菜吧 多做点那个 就是 咱们国内的有 不能算有名的菜吧 容易做一点的菜 难度 难度大的我挑战一下 难度小的我试着做一下吧 就是尝尝味道 实际上我老婆和孩子也尝尝 不是特别正宗的中国口味吧 今天因为是现在中午 所以要做一个想做一个 蚂蚁上树 稍微简 稍微简单一点吧 对我来 让我感觉稍微简单一点 现在开始做 弄点粉条 弄点肉沫了 现在做一个试试 好了 现在开始准备东西 我这个 这是前两天在那个中国店买的 那个 在网上买的那个 中国的红薯粉 这个蚂蚁上树 我在网上给你搜了一下 看了一下 学习了一下 八十环怎么说 有各种各样的那个 怎么是版本啊 大概八九不离十大概都一样 但是有个别的 稍微有点差异的地方有 但是因为我在国外 所以有很多东西 就是 我感觉这个版本还不错 但是有很多东西 买不到 所以 做到 不正宗 而且我的手艺也不好 所以 有点那个 不太好的地方 有机会有很多 所以 朋友们看的时候 可以尽量一下理解一下吧 因为 不是说要炫耀我的手艺 只是在说 只是想说明一下 就是人在国外 想吃一些国内的好的美食 没办法 只能自己动手做 因为买不到 想去外面店里面吃 花不了很多钱 但是因为吃不到 没办法 只能自己动手做了 起锅上油 现在放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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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蒜沫 炒一下 里面料酒 还有酱油 还有米粒 放进去 稍微放点 稍微撒点盐 来点 太不产的耗油吧 河南人 必放13香 来点13香 好 粉条 洗了一下 现在 不是粉条 宽粉 麻一上手 应该是用那个细粉 但是我因为没有细粉了 所以用着宽粉 煮一煮吧 再上这儿焖一下 好了 已经做好了 现在开始 吃一下 因为现在中午时间 所以早上吃饭有点晚 所以就是 问了我们家 问了我们家老婆 还都不太饿 所以今天稍微吃一点 好看一下 因为今天准备的不多 所以这个就是 今天主角 这个叫什么 蚂蚁上树 宽粉 所以不太好 但是味道应该不错 然后这个的话 在超市买的那个 沙拉 这个是那个通心粉 沙拉 这个是那个 叫什么 牛棒 牛棒调的沙拉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土豆配那个 蟹腿 蟹腿肉 对 因为老婆孩子要吃点米饭 我不想吃米饭 老婆孩子吃的是米饭 但是我不想吃米饭 我自己买 前两天 昨天我老婆买的是这个 面包 大家看一下 这是面包 只是个面包而已 她弄了这样的袋子 看着感觉很高级 它是这个牌子 不是知道的东西 应该知道 很有名气 所以 价钱也很贵 昨天买的是 本来又这么 本来是到这儿 不这么长 吃了一半 它这么长 大概有1000人员 大概60块钱 就是个 就是个面包而已 它里边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 那种 倒餐面包 味道在样 焦 看样 看样是不错 老婆孩子 小孩 小孩应该喜欢吃 我说的不饿 我说这么大块面包感觉 是不是有点切多了 但是真的很好吃 就是不用吃菜 你吃这个面包 都能吃得下 真的很好吃 我老婆说今天没化妆 我说没事 长得好看 不用化妆 然后老婆说真 长得不好看 我说 长得好看 我认为好看就好看 是吗 咱们 我认为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才能够结婚 要不能这样说 我感觉人也不错 长得也好看 看样子还是不错的 已经吃完了 现在就剩了点脆的肉 一会把勺子拿过来 把勺子拿过来吃完 把勺子拿过来吃完 它就不老实 不老实 好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最近疫情的原因 所以很多视频 只能在家来拍了 大家请原谅一下 等疫情过去之后 会多拍一些外物的东西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见到今天 我们下期见 好 我们下期见 会 工作人员